看電視吃鹹酥雞是人生一大享受 時間一晃眼就過去了 不過你知道嗎 短短這半小時之內 大腸癌癌細胞很可能已經找上門 薯條鹹酥雞一口接一口 美味可口 不過這些詐物通通是健康殺手 根據統計 台灣每35分鐘就有一人罹患大腸癌 每年增加一萬四千多名病患 已經是國人罹患率最高的癌症 大腸治癌癌在男生女生的 耗發比例來講男生女生 其實現在都已經是第一名了 每天如果只要吃30公克的加工肉品的話 就是罹患大腸癌的風險 就會增加54% 其實吃紅肉或吃油炸類 燒烤類的食物 罹患大腸癌的風險大大提高 平時要補充纖維質 蔬菜水果 無糖油落乳及優格 都是好選擇 從飲食做起預防大腸癌 定期篩檢也很重要 大腸治癌精的檢查 是一個比較直接的檢查 它可以直接看到有沒有洗肉 有沒有發炎 有沒有腫瘤 那如果看到洗肉或腫瘤的話 可以直接給它拿起來做化驗 新型態的檢查方式 無痛內視鏡 麻醉後躺半小時 就能完成檢查 大腸膠囊內視鏡更是方便 只要吞一顆膠囊 就能將體內的影像拍出 只不過體內要清得非常乾淨 否則拍不出來 而且檢查費用高昂 而醫師建議 千萬不可輕忽大腸癌篩檢 每三到五年就要定期檢查 但現實卻是有六成的臺北市民 沒做過篩檢 預防剩餘治療 才能讓罹癌風險降到最低 記者 黃家瑋 羅一錦 台北報導